NAYO 了世紀 天梯都不信 大家好 我是NAYO 今天來看土耳其人對上羅馬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布地圖 先來介紹一下兩邊選擇的文明 紅方選擇的文明是土耳其人 土耳其人最大的特色是 他挖金晃速度是遊戲裡面最快的 而且他的洛馬會自動升級 但取而代之的是他的槍兵跟毛兵是無法升級的 所以土耳其人要反制兵總是 只能用黃金兵去反制 例如這個駱駝或是馬攻火槍之類的單位 好 那我們接下來介紹一下羅馬人 羅馬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步兵鎧甲 每升一點都會獲得雙倍的效果 而且羅馬人的採集、修理跟建造都無可勝的加速 羅馬人的奴炮造價也是最便宜的 只要30塊黃金 而且可以收益於彈道權的效果 而且這個最小射程也會被抵敲掉 而且還有羅馬的這個奴炮的攻速加成 所以羅馬人算是一個不弱的文明 但是他的後期也很明顯 由於科技不太足夠的關係 後期沒有火炮 需要打陣地戰的時候會稍微弱了一些些 好 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會怎麼打 好 這裡看到奧特洛奇恩 這邊是開始開伐木場 那這幾天沒有這個更新影片 是因為最近青銀姐快到了 這個掃墓呢 掃得有點久 花了很多天在掃墓 所以沒有時間可以去更新影片 這個掃墓還是比較重要一點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土耳其人現在是三隻村民在伐木 那羅馬人這邊也是三隻村民在伐木 那目前看起來 羅馬人這邊是一個正常開局 沒有特殊的打法 就是一樣均勻開 然後轉肉馬 跟這個射箭場 有可能 好 上面補了一個 好 均勻 好 突然發現這個 羅馬人是YO啊 哎呦YO對上Hera OK 這場比賽是非常頂先的 好 上面補一個均勻 左邊補一個房屋 這裡可以再補一個射箭場 那我看一下這邊 應該射箭場也不會這麼快補 那馬舊部分可能也不會補 可能直接轉棒棒開局 因為這邊馬舊的話還需要一點木頭 要回去發個木材寫 而且這裡還要開採礦地 哎 那這裡就是 羅馬裝甲 然後轉兵工廠 而不是轉馬舊射箭場 好 OK 前期的YO流程 應該是走這個風格的 喔 有有有有 這邊還直接拉四村出門 外加塔工 OK 中國第一高手YO 使出了羅馬的裝甲塔 那Hera會怎麼應對呢 Hera這邊是雙伐木場 哎呀 雙伐木場就會有點危險 這邊連軍都還沒有下 好 木頭現在很多 左邊羅馬兩邊互打一下 那Hera這邊是沒有升到封建實在的關係 直接被Wild洛馬暴打一波死去了 好 後面補了一個軍營 但是棒棒的進來了 好 過來 就是對著你的果子 升叉 那大衛也有可能還是會打零環塔 但零環塔的一個握頂 就是他的侵略性不夠 所以盡可能的升叉一下比較好 但如果升叉的話 很有可能也會被反擊回去 但Hera現在要反擊回去不太可能 所以這邊直接升叉應該是最好的選項了 好 這邊軍營先補一下 Hera上面想要直接圍死 Hera這邊有可能是想要轉一個弓兵胎了 而不是直接黑跳成 他剛剛有點想要黑跳成的感覺 不知道是不是有錯覺 好 這邊稍微圍一下 金礦這裡大會要投資一根劍塔會比較好 好 後面的村民反擊一下弱馬 這裡直接補一根劍塔 OK 沒有要打零環塔 不打零環塔是最好的 因為這樣子才可以有效 每一根塔 之後可以做到即時的效果 Hera這邊直接按下了弓兵 開始挖金胖 好 衝箭是在YO這邊的劍塔 跟裝甲不兵受到力量效果 那這邊裝甲可以先去繼續進攻 或者是先拆掉這個魔防 都可以考慮一下 好 這邊應該是要往上 或是往下繼續衝 Hera這邊疊下了一擊一防 後面往上拉 好 從上面進來 現在YO家裡算是一片狼藉啊 經濟其實很差 好 補了一個兵工場 這邊是羅馬特有的開局方式 軍營通常都是轉射箭場跟馬舅 但是羅馬通常會先下兵工場 然後先點這個異防 OK 異防點下了 好 黑蘿拉這邊看到對手點一防 應該也會覺得 這個點的時機還算蠻早的 好 但是沒有一防差很多 很軟 哇 被集火個4發就倒了 這個劍塔很難蓋了 OK 一防好了 坦度有起來 防護來到了3點 弓箭手是4點 怎麼射都是1滴 因為現在兵工場還沒有下 兵工場可以放這個位置 好 這邊選擇了 繼續插塔 但 黑蘿拉也決定要插一根 因為這根塔如果再被建起來的話 待會他會很難受 因為有可能就會繼續一直伸插進來 這邊舔就會被控到 好 這邊工兵雖然來到了5隻 所以射一下都是1滴 但射久了 還是會 可以擊殺中甲撥兵的 好 那這裡黑蘿拉有點劣勢喔 原來Wild的村民如果直接過來手撕 這個射箭場的話 手撕這個料王塔的話 那後面的TC是沒有辦法得到 但是他裡面有弓箭手 還是可以放出來 但是弓箭手又很容易被Wild給射 好 所以 我會說黑蘿拉這邊是劣勢的原因喔 就是這個原因 有沒有 弓箭手一放出來就被扁啊 好 趕快我一下 OK 射箭場弓兵出來 好 村民趕快繼續打 好 這裡射箭場趕快去點弓箭手 弓箭手射村民傷害很高了 好 看可不可以站這個位置點下一級射 OK 卡一下位置 但是距離有點極限喔 好像可以 站這個位置 OK 那就沒問題了 Wild如果遇到對手點一級射的話 那就不會到 黑蘿拉不會到非常劣勢了 這邊還可以秀操作耶 還沒射一下箭矢 攻擊手就走下位 反正沒有彈道學 OK 點掉Wild的村民 那這根箭塔有大概率可以保起來了 這邊真的是需要靠手術 才有可能守得住 好 趕快村民往前 但是沒有進行攻擊 外有可能再控加 好 再補了幾隻裝甲步兵 還要再拉村民走嗎 拉了幾隻村民 好 再修一下 裝甲步兵往前 正式在發呆 今天這隻單位死掉了 所以裝甲步兵暫時沒有目標 只會發呆 因為他是用駐守模式 OK 那Wild直接到了後方的射箭場 然後這個是個烈望塔 開始反擊這一根 箭塔 這個箭塔還是勉強射得到的 好 Hera這邊已經點下了城堡時代了 Wild這邊按了太多裝甲步兵 所以現在升時代有點困難了 好 這邊看到金礦 趕快插一根 Hera這邊應該要補一個 這個什麼哨戰 會比較好 就算不插箭塔這裡防守 哨戰就稍微看一下 有人過來的話 第一時間弓箭手 還是可以防守回去的 Hera這邊也沒有意識到 又過來插箭塔 好 外奧這邊是繼續出裝甲 裝甲出到7隻 海戰 好 這邊Hera買賣一波 買了一根箭塔出來 但是後面的裝甲步兵有點麻煩喔 自然很多直接手撕 射箭場 村民可能會被砍死 裝甲步兵山很高 哇 後來被射死了 被砍死了一隻 但是裝甲步兵還是沒有要放過這一些的村民 裝甲步兵砍村民結量掉很快 Hera早期死了這麼多村 會有點危險喔 那還好升到了城堡3 趕快去點下自己的 馬就吧 或者是這個奴兵的升級 這裡趕快暗之騎士喔 或是升級奴兵都會比較好 但這個初期來說 奴兵的升級給的肉量壓力很大 點下去的話可能就斷村了 先點個二級射 增加一下射程 OK 射二級射的話射的裝甲步兵就是2滴血 3滴血才對 環球箭塔 這個箭塔如果掉的話就會很難受 哇 又被抓掉了一隻 右邊這隻村民有點危險 走欸走欸 哇 裝甲步兵一直補過來 好麻煩 哇 這邊的操作拉好拉滿 Hera還是有點小小被六龍塔給射穿了 好 土耳其人這邊轉出了馬弓 趕快不升奴兵 直升馬弓 攻擊是6加2 一下8滴 奴兵的話是5加2 7點血 差了一點傷害 好 這裡再補一根箭塔 Hera現在是要趕快去YO家裡騷擾會比較好 對手一直在差的情況下 家裡應該是非常糟糕的 所以YO這邊也是知道了 哎呀 Hera又過來了 趕快補箭塔 反應是做得蠻快的 好 上方YO補下一級的弓兵鎧匠 土耳其人點下一級農田跟二級伐木 好 馬弓直接卡在下方這位置 好 殘血拉走 好 家裡劍塔暫時都有防守住了 好 沒有太大的問題 這邊要趕快存點資源 升到城堡山 是YO現階段的目標 好 上方暫時也沒問題 這裡打進去繼續控農田 好 Hera這邊的弓兵抓到了YO很多村民啊 哇 這個弓箭手雖然不是奴兵 但有二級射的關係 射村民非常痛啊 好 但要閃這些料王塔的箭矢還是不太好躲 好 終於射掉 YO的村民術也下降了一些 村民術50村 打4、3村 目前YO還是暫時領先的 好 那這邊關鍵來了 羅馬上城堡時代 還會繼續打長劍兵嗎 還是有什麼特別的想法呢 那通常對上馬弓情況 羅馬呢直接轉 弩炮是最快的 而且也是最便宜的做法 好 這裡馬弓慢慢按 那Hera這邊還是3TC先開 好 先農一下 待會3TC農完之後再繼續量產弓兵 這裡馬弓先稍微且暗且珍惜 哇 先暫時用毛兵擋一下 待會剩下戰毛 好 走過來 看到弓箭手 好 這裡弓兵開甲有點 好 射得有點歪 這邊在秀操作 Hera把手術控制在這個馬弓身上 就是為了要點掉這一隻毛兵 喔 終於點掉了 哇 但是她自己的馬弓血量也掉了3TC血 好 Hera果然在前方 不是 YO在前方補下了工程器製造所 那第一塔應該換同時車 現在要趕快攻程 不得讓Hera這麼爽爽的 那Hera這邊應戰方式 是喔 趕快出同時車反制 盡可能讓自己的經濟好一點 好 這邊這個實況看要不要出去開TC 圍一下 好 左邊這裡的箭塔繼續進攻 這邊GIGO是先出衝車 也不是同時車 這有點意外啊 好 那Hera一定是同時車 她除了同時車之外 沒有其他選項可以按了 好 但現在Hera防防禁不太夠 為了一直按馬弓的關係 同時車暫時按不出來 但還好村民打衝車有要增上效果 衝車很快就被擊退 好 接下來我還有點下了品種 這裡有打算走百夫掌或是騎士的路線了 好 這邊Hera點下了品種 增加一下馬弓的血量 這點馬弓有點小心 好 先用衝車 拆除外圍的房子 待會Hera可能會卡人口 再來要趕快補一些房子 好 衝車砸一發 這裡想要直接點掉 但直接往後拉 五隻村民在裡面一直在浪費箭矢 這個村民在採集時間 喔 砸到一發 臭民出來 收集去嗎 沒有 直接拆掉 這個劍塔的血量只有200多滴血 很快就會被打掉 歪歐這邊進攻打得非常漂亮 騎士過來幫忙扛前線 投石車有機會砸向後面 OK 前方的臭民全部死去 這個料亡塔也終於被拆除了 好 一看到劍塔被拆除 這裡投石車 趕快換一下 哎呀 換得很驚險 最難是被換掉了 挖到這裡有點小小的威脅 但騎士上前 騎士現在是有二級馬鎧的 稍微能擋一下馬弓 但戰毛兵還沒有升級上去 好 這裡劍塔又劍起來了 越來越尷尬了 哇 石頭被空住 現在赫拉要繼續去挖右邊的石頭 喔 早就已經挖了 OK 等等 沒事 那待會城堡就只能蓋這個位置了 只能蓋這個位置了吧 那這個位置 蓋下去可能還會被射 可能靠右邊的村民蓋 是我的話會想要蓋這個位置 但是這個位置會被大突破的劍塔給射 這邊 HERA這邊城堡的位置 是蠻關鍵的 好 投石車不來 現在HERA裡面也藏了一台投石車 還有第二台 來 打工想要投射騎士 但是有投石車 這邊高打地傷很高 一定要先解決一下投石車 差有可能去打騎士 家裡趕快修道園趕快按 待會用這個森林去招牆騎士 好 先點掉一些毛兵 這些毛兵不是戰毛兵 可以很快去解光 哇 這裡是補下了更多的村民 68村打70村 兩邊的村民處 非常接近 好 HERA有一根城堡 投石車直接砸 但是沒有成功砸掉YL的投石車 第二發 順利砸掉了 OK 這邊有做個細節操作 投石車控完了 馬上把這個馬公拉到旁邊 好 保護投石車 但是YL沒有衝動 看到馬公是選擇了撤退 好 再把他拉到這邊 讓森林繼續補血 好 這邊補了一個城鎮中心 YL這麼的狠啊 直接蓋在你臉上啊 好 那第一根城堡的位置 看一下 城堡的位置是蓋在哪呢 好 這裡砸一砸 欸? YL這邊 沒事 HERA這邊把城堡 還沒有蓋下去 但帝王時代已經點下去了 到底什麼時候點帝王時代了 OK 那有1000多的石頭 但這邊蓋城堡的話 現在投石車跟騎士給的壓力很大 好 這邊騎士上去直接砍 投石車直接砸掉 好 趕快去救一下左邊村民如何呢 好 城堡果然也是補在了這個位置 但是要扛著廖王塔的傷害 變防衛箭塔 才會更高 好 射掉這些村民 這個弩炮也可以剪掉 OK 城堡蓋好 這裡的箭塔跟TC也就會不薄了 最後還是蓋在這個位置 好 右邊尤其是開始找到HERA右邊的部分 這裡補了一個大學 然後也可以採用火槍兵 或者是巨型頭時機都可以 但是現在已經走馬功路線了 火槍兵可能就不會太暗了 畢竟這個經濟配置也是為了馬功去配的 後面待會可以再補一個 城鎮中心 好 巨頭趕快按 那我要看到HERA這邊上帝王時代 這裡要趕快回農一下了 農田要趕快灑了 多了一個修道院 這裡農田還沒有啥 好 轉了戰錨兵 好 這裡的想法 應該是要先用戰錨扛一陣子 然後扛到帝王時代再轉奴炮 或者是再轉這個百夫掌 或者是他現在的想法 那軍團兵在這個對決來說不太可能出現 最近突爾西人火槍也有加成 血量加成 而且他還有這個白血馬功 遠程單位非常多 所以WOW這邊可能只能用戰錨兵先擋 後期轉百夫掌 或是騎士 中中騎士作為決戰的兵種 那HERA這邊呢 是只能選擇馬功 火炮 還有這個 駱駝 進行加以反制 當然HERA也可以選擇大洛馬 當然大洛馬現在這個情況目前還不太能出 因為現在是雙TC 現在變3TC了 3TC開農 待會農田還要再補一些 至少要補到五六十片田 才可以轉這個大洛馬 比較好量展起來 當然三四十片田還是可以按 右邊果然補了一個城鎮中心 然後巨星投司機慢慢拆除這邊的違建 馬功成型了 現在化學 三級射 輸出直接起飛 WOW這裡沒有三級馬鎧的關係 騎士死得非常快啊 WOW這邊尷尬了 這裡只能用戰毛兵擋一下 二級攻兵鎧甲也要補喔 會比較好擋一點 好 那暫時就去用騎士 去防守 去進攻騷擾 然後用戰毛兵在家裡防守 然後撐到帝王時代 WOW這邊的勝率就會比較高一些了 畢竟城鎮打帝王 差一個時代還是差蠻多的 好 右邊這裡 想要出門 結果好像被抓包 這是要蓋堡嗎 誒 怎麼出門被抓到了 好 我還要這一波騎士 出門 騷擾一下 家裡的戰毛兵就去按補下二級的攻兵鎧甲 好 這裡直接把騎士想用包住 哎呀 直接變成 誒 尷尬 這裡居然有個洞 有了出來 好 這裡HERRA被哨戰給吸引到 好 均勻投死機 再把左邊的防護箭塔拆除 家裡外圍附近就差不多了 好 歐歐這邊的村數來到113村 再一下下就可以點帝王時代了 哎 結果這裡的馬弓 抓到了歐歐的村民 哇 這裡很多伐木工都要逃了 OK 那HERRA這邊是決定放棄 這邊蓋堡 這個附近被控住有點難受 但還好 主禁已經拿回來了 所以待會前線再補一根城堡 或是補這個位置 高地也行 把這個主禁守住 還可以再打一陣子 好 歐歐啊 果然慢慢轉出了大洛馬 這邊大洛馬38片田的時候開始慢慢按 至少要到5-60片田 會比較好穩定量產 好 那大洛馬這邊還有多加一點遠防 所以這個大洛馬的防護力 是比一般洛馬還要再更坦的 好 歐歐這裡補一下隊友時代 好了1分半 好 中間補了一根城堡 HERRA這裡也補一根城堡 想要從這邊作為新的基地 作為進發 好 整個騎士出來 看可不可以第一時間砍掉生女嗎 誒 這個基地好像射錯了 好 稍微狗一下 著想 再著想 好 歐歐的騎士被 兩隻被著想走 有點虧 好 往回啦 趕快按巨型托斯基 好 先補下了三級馬凱跟重裝騎士 巨型托斯基沒有第一時間補下 歐歐這邊是決定不產巨頭 HERRA是產巨頭 待會可能要再補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轉一下火砲 去反制歐歐的巨頭 好 這裡生女還是被抓到 這些騎士做到一些效果 但是這邊虧的還是歐歐 歐歐這邊騎士損失的數量有點多 好 巨型托斯基 開始工程 歐歐這裡能打嗎 感覺現在打正面的話 歐歐是非常不利的 而且現在HERRA的農田樹已經來到45片田 肉碼可以一直按了 好 當然這邊要點下二攻 要給三攻要馬上補 歐歐這邊選擇是打重裝騎士 沒有選擇百夫掌 因為百夫掌需要大量城堡 現在每一個城堡 大部分都可能一直被壓制的狀況 去生百夫掌的這個投資報酬率 是有點低的 而且前期還打了塔攻 城堡注定會少了移動左右 好 這邊直接鬼轉重裝騎士 好 這裡努力把 把巨型托斯基給修起來 好 火炮開始慢慢按 好 直接在前線補了一個修道院 右邊 這邊一個包抄 有機會包掉喔 好 這個巨頭被抄掉 好 我要點下了三攻 還有輕騎兵 好 這邊騎士還在想要抓聰明 唉唷 這四隻村民 這四隻騎士好像抓到了 好 三攻一毫 三刀一隻村民 唉呀 這邊打村民速度很快 哇哇的村民速現在暫時已經領先 還有啦 這邊速度越打越少 有可能被反推回去嗎 但是這命的馬弓數量還是有點多 還有33隻的馬弓 現在哇哇的一個多線操作 把Hera打得一個措手不及 後面大量農田直接收村 直接斷落 前方這四隻騎士也是砍得很開心 村民速只剩下82村 然後這邊這邊一定要打贏喔 這邊一定要扛住才是 只要讓這些的偷家小隊 能做到更多事情 就有機會給逆轉 好 但是哇哇這邊聰明也被騷擾到 這裡就尷尬了 互相傷害的情況下 YO會比較有優勢嗎 這裡兩隻馬弓拖了一大堆騎士 直衝後排 先拆巨頭 好 確定要再拆一個巨頭11 好 巨頭拆光 現在YO沒有更多騎士在後面補了 這裡要趕快回一下 重新集結一下騎士的數量 這邊的僧侶 我沒有按 這邊都是用馬弓去解的 好 家裡燒也鎖住了 臭名數停再來82村 沒有再繼續下降喔 但是YO這瓶臭名數也是下降到了 只剩下80幾村了 Ara這邊大洛馬也是挺頑強的 而且現在吃的東西是7點傷害 射了這個大洛馬 只有一滴俠 這個修喇利七騎兵也是7點防禦力 哇靠 就算羅馬人有8點傷害 打這個大洛馬 還是一滴啊 城鎮中心 這就是 初二七人大洛馬最厲害的地方 城鎮中心 根本射不動這起大洛馬 大洛馬可以無盡的爆砍 好 會到這裡 城堡可能會守不住 好 果然掉了 其實就去不在這個位置 WOW這一波能不能逆轉呢 現在是90村對68村 怎麼感覺WOW要被逆轉了 剛剛WOW那波偷家偷的不錯 結果被大洛馬砍到只剩下69村 這就神奇了 好 這裡大洛馬再過來 再看一波 能不能抓到一些村民 下面這些村民能抓到就很賺喔 好 上方 修道院 趕快拆一下 正面騎士又壓制了回去 還有啦 這邊忙到沒有時間可以點 這個銀罐技術 這個才藝騎兵 可以讓血量高達100滴血的科技喔 血量加10 但現在連中方馬弓也點不下啦 所以現在HERA有點難打 馬弓這邊要一直收來收去 用這個射程壓制對手採醒了 好 重新整理一下 現在兩邊的城堡都被拆掉 現在WOW的村民術是偏少的 HERA還是比較多一些 好 但WOW沒有要補村民的意思 繼續按騎士 把所有的肉都補給了騎士 而沒有給村民繼續按 好 結果左邊的挖金晃村民被抓包 兩邊共享黃金 來HERA這邊先手必勝 先拿了一些肉馬 砍掉了這些村民 WOW的村民術只是按53村 HERA還有94村 這邊還在努力的秀操作 這邊還在努力的秀操作 好 這兩台巨型頭11 要是能把這個城堡拆掉就很賺 但是WOW的經濟已經來到了極限 哇 這兩隻肉馬又看到巨型頭11 完了 這一波好像要G了 HERA這邊雖然聰明術又被抓掉了一些 但是馬功防止騎士的騷擾相當有用 HERA到肉馬重新集結在這個位置 瞬間剪掉兩台的最後巨型頭11 WOW這裡已經沒有任何的工程手段 黃金也被大部分控制 肉馬也是四處在騷擾當中 下面這裡有圍起來 還不錯 HERA這邊買賣一下 點下了三攻 終於要讓大洛馬升級到最佳狀態了 好 這坨馬功還是無解 WOW這邊打出了GG 恭喜HERA要下必勝勝利 WOW這波騎士暴 好 確實有打到東西 並不是沒有效果 但比較可惜的是 WOW這邊的進攻 到了城堡時代 那一波進攻 沒有插寶插在臉上 所以這個城堡東西沒有搞掉 稍微可惜了一點 反正是HERA這邊先是插寶插在這裡反擊回來 那如果WOW的話可以補一個城堡 補在這個位置 找一個城堡東西 稍微讓他傷到的話 可能會好一點 但這個不好說 因為畢竟對手是HERA 可能殺一個城堡中心 可能效果也不是非常大 好 那HERA這邊是拿到了 67480的經濟 大概贏了大概3000多 快4000左右 那這邊看到的KD是1.24 WOW這個文明呢 本來就是打突爾西人 就是不太好打 因為後期的選擇真的不多 不能用軍團兵 只能用重裝騎士 多百夫掌和奴炮 那後期為什麼沒有奴炮 最主要是因為 HERA這邊已經轉出了大洛馬 而且奴炮的機動性 也不是非常足夠 出重裝騎士 比較快量產出來 所以 蘿拉的後期本質上來說 還是比較偏難打突爾西人的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 就差不多到這裡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忙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